歡迎回來 財經大白話 緊接著這個國際油價 廝殺了一個月之久 現在這回油價大戰 真的是要落幕了嗎 現在OPEC加持上最大減產 970萬桶 而關鍵就在於一個人 竟然是川普嗎 川普現在是不是又要得意了呢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寬哥 川普一句話 真的就讓這個油價大戰 停火了嗎 因為川普現在 他其實有一點反覆 因為我們印象中都還說 其實油價跌對 消費者很有利啊 但是他當他發現說 可能會造成他們的 夜岩油傷的生死存亡 像是淮丁都申請破產 他發現事態不妙了 這時候決定要坐下來 還跟這個沙爾來協商 準備要來這個減產的情況 所以現在呢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看 這個油價大戰的落幕呢 因為其實分析師是認為說 每日要減產百分之三十才夠 那目前這樣減產說一千萬桶 川普說不是一千萬 是兩千萬桶 真的是夠了嗎 這一場油價混戰的終結 真的就是靠川普嗎 這一波 你說陳也是川普 那敗呢 當然也是川普 我們先把來龍去脈 先跟各位談一下 那個時候 當沙爾雙方要談論減產的 一個過程當中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呢 他們想法是說 做了多做也是不太對 可是後來想一想 乾脆給誰死呢 給那些夜岩油先死 那怎麼樣讓夜岩油先死呢 雙方先開始大量增產 那大量增產的過程當中 這一波好死不死 剛好遇到了所謂的新冠肺炎 所以目前全球的一個狀況 是什麼樣呢 最新的一個消息是 目前全世界每天的供給的 一個不然的話是多少呢 最近的供給是九千七百萬桶 但是市場的需求是多少呢 市場的需求只有七千八百萬桶 那這時候當他們把整個 增產的過程當中 把價格打下來 這些夜岩油都全部嗨嗨叫了 小間的先倒 倒到後面中間的開始倒 倒到後面 後面最大間的 連那個White Team Patronus 他後面也倒了 White Team Patronus 他的年產量 大概是台幣一千億左右 中大型的油商 他一看這樣不行了 為什麼 因為再燒下去 就燒到大型油商 那燒到大型油商的過程當中 動不了 所以川普他就出來就說 好…大家都坐下來 大家都坐下來 那你說俄羅斯受得了嗎 俄羅斯早就受不了 俄羅斯他們在2018年跟2019年 好不容易油價大漲 口袋裡面帶了多少 帶了一千兩百五十億 這次他們各位去想想看 那種賭桌的片子 賭博的片子 俄羅斯上桌對不對 沙烏地阿拉伯上桌 美國上桌 雙方各自都有拿錢上來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美國這個大莊家 他們現在我跟各位報告過 包爾現在就是 我們的印鈔機打開 你要多少錢 我們都一起印 那俄羅斯這一千兩百五十億 先跟各位談 兩個多月燒光 燒光的過程當中 普丁那時候就說了 說什麼 不能走我們減產 你不能夠老是欺負我們 我們這時候 我們俄羅斯也減產 然後沙烏地阿拉伯也減產 那你美國也要一起減產 美國這時候就說好 那這時候又出現了一個小鬼 這個小鬼是誰 墨西哥 墨西哥說你們老大有錢 你們老大都有錢 錢都多了跟什麼一樣 我們這種小國家我減產 我們現在人民都苦哈哈的 後來川普跟他打包票 就說好 沒關係 墨西哥你不用減產 你的量 我美國幫你賠 所以那個中間三十萬桶 美國幫他吃掉 所以現在就變成怎麼樣 OPEC減少九百七十萬桶 然後俄羅斯他們從五月一號 聽好 是五月一號 他們開始減少五百萬桶 然後目前包括了美國 墨西哥 加拿大 大家就全部坐下來都減產好了 那減產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都說 那減產的價格要往上 剛開頭就跟各位談了 目前全球的超額需求 大概是在一千九百萬桶 到兩千萬桶之間 也就是說 這次整個打下去的過程當中 真正的源頭還沒有救到 真正的源頭是什麼 真正的源頭是 現在油已經多到滿出來了 連庫存的都沒有了 從衛星圖去看的話 新加坡的外海 美國的外海 中國的外海 所有的油都填得滿滿的 都在那邊這樣繞來繞去繞來繞去 很多人說他就不進港 為什麼不進港 因為陸地上也滿了 所以他們就所有的油 都在那邊晃來晃去 為什麼 要等消耗 消耗完 可是消耗得完嗎 各位 消耗得完嗎 短線沒辦法消耗 為什麼 因為這也是人類沒看過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單戰 過去所有的瘟疫 都沒有說人類40億人封鎖住 而且這一波封鎖的過程當中 現在來看是遙遙無期 為什麼 本來印度4月14要開 結果開一開 發現開不了 再延峰 本來說要延峰兩週 現在問題都來了 好多低下的那些賤民沒飯吃 不知道怎麼辦好 全世界現在包括了像什麼巴西 包括像什麼委內瑞拉 包括了像什麼義大利 怎麼樣 黑社會出來發牛奶 發麵包 那為什麼 政府的功能已經慢慢的 在消失當中了 所以這一波來看的話 目前就是恐怖平衡 恐怖平衡的過程當中價格 現在全世界的整個所謂的 我跟各位談論過 這波叫什麼 通縮 通縮就是價格低了 可是需求會增加 不會 他拉不上來 所以只能夠等到怎麼樣 等到疫情結束 經濟活動回復 才能夠把庫存用掉 庫存用掉之後大家要喊 下一波再來喊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下一波油價漲了 現在就是不能讓它漲 為什麼 因為漲了很多那種小國家 利比亞 委內瑞拉 葉門 他就偷賣 私底下偷賣 沒關係 那邊再賣二十六對不對 來來來 我這邊賣十七賣十八 我偷賣 所以現在會多頭並下 就目前來看的話 原油叫恐怖平衡 那恐怖平衡的過程當中 就是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只要全球的經濟回復正常 才有辦法消化這麼多的一個原油 好 接著來問世聰哥 現在這個川普是變超級英雄了嗎 他一句話就終結了 這個油市的大混戰 但是這個市場上面 就是股市的反應卻不是很買的 我們看到其實像是這個 國際油價從三月開戰以來 已經下跌了百分之四十 特別是像這個 昨天我們看到是艾克森美孚 昨天這收盤價是 跌了百分之零點七四 而這西方石油公司 也跌了百分之零點二 世聰哥 你看這是怎麼回事 不是已經都已經和 這個已經落幕了嗎 終結油市大混戰 現在超級英雄出現了 那怎麼這個油價卻是 這個股市卻是不買帳 應該這樣說 油價要止跌 我覺得大家還早 為什麼還早 第一個主要原因 剛才寬哥有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需求量不足的原因 事實上只是說 這一波的減產之後 你要再大殺應該不會的 所以是減產力道 就是這個誠意不夠 原本 昨天川普推特他有說 他原本是要減2000萬桶 但是事實上大家後來 只有減到1000多萬桶 但是他覺得這樣是夠了 但是無論如何 對於現在市場的供需不平衡之下 你要知道這種大宗物品 你只要供需不平衡 他通常會跌得非常久 所以接下來是進行一個叫做 長時間的消耗戰要準備展開 我覺得對川普來講的話 他最近也真的還滿衰的 為什麼 事實上如果你看他最近 他最近好像我覺得 他有點心神不寧 昨天在推特上面又發了一個 就是要FIRE福奇 然後馬上又說沒有... 我沒有要這個FIRE福奇 他真是反覆 對 那這幾天對他來講的話 譬如說他的好友Stanley Chella過世 一個地產大盒 心情受影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的這個燕燕油公司 這些公司並沒有過得比較好 實際上還是處在破產的邊緣 因為接下來要進行一個 長時間的消耗戰 對這些石油公司 燕燕油公司 如果你沒有準備足夠的 這個子彈打的話 的確他是滿辛苦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對川普來講的話 這個桑德斯支持拜登 所以現在拜登的聲勢往上衝 另外一個對他來講的話 他說要復工 可是現在很多這個州長就說 我們要串聯起來復工 我們不聽你中央的事情 所以對川普來講的話 這個油價只是暫時解了他 多面為難的這個局面 但是事實上油價有沒有解 我們給大家看幾個圖好了 剛才翟軒有講到 這個艾克森美孚石油 事實上如果你去看 艾克森美孚石油的這個股票來說的話 他在這一波美國的反彈中 他是有漲 但你可以看到相對 他從80幾塊跌到這麼深 他彈到40塊 這種彈腹來說 其實相當相當小 剛才翟軒有講到 昨天的油價是在下跌 今天早上是漲 可能目前才22.6塊 也就是說減產之後 對油價的拉抬 並沒有那麼的大 我們再看下一張股票 這張股票是什麼 這張股票是川普大帝組的 西方石油公司 你看他也是股價一直跌 所以你會覺得說 現在對他來講的話 這個股價都是位在 相對的低檔的局面 他到底能不能夠說 因為他的減產之後 就讓整個往上衝 我覺得需求面是有很大問題 如果他有注意到一個訊息來說的話 這個新加坡在這一陣子宣布說 把他們的二行下關閉 關閉的時候 你說關閉多久 你說關閉一個月嗎 兩個月 不是 他關閉18個月 他關閉18個月為什麼 事實上新加坡是一個金絲雀 也就是說新加坡他處的位置 就是國際的貿易都在這個地方 國際旅客都到新加坡去轉機 李顯龍會做這樣的決定 表示什麼 他對未來一年半左右的航空 或是旅遊業 他其實是相當的看悲觀 如果他看得這麼悲觀的話 你覺得油價有可能會反 有可能會大幅反彈嗎 難 但是我必須勸告大家一點 因為這幾天很多人來問我們 這些投資專家都問什麼 我要買這個石油相關的 包括ETF 包括說賭期貨賭什麼一大堆 我知道很多人都對這個非常有興趣 都認為說20塊以下應該不會再破了 但是我覺得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如果你是認為說 這個你要投資的非常長遠的時間 譬如說我可以放到明年 後年 這是更長遠的時間 你這時候去賭油價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就說 我是要做一個月 兩個月投資 他能夠大幅回彈 我覺得可能在短時間 大幅回彈的空間 其實是相對比較小 這個可能是你在操作油品市場中間 要非常留意的幾個關鍵的這個美感 那是不是現在就代表說 其他一些塑化股我們可以留意 當然我覺得這個塑化股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中國的有一檔塑化股 這個真的是飆翻天 這樣的股票叫做道恩公司 道恩公司你可以看到他今年以來 不管疫情怎樣 他是一路往上飆 他從這個十幾塊 路飆到六十幾塊 那他到底是做什麼 他就是做那個 這個所謂熔噴料的那個 也就是說我們口罩需要的那個 那你知道他就是股價大漲 他的老闆余小寧 就變成是山東的這個 原本是默默無名 他在今年的身家 他至少大漲了100億人民幣 一口氣就躍升了 山東的前幾大富豪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所謂口罩用的相關 他其實跟PP是比較有關的 也就是聚秉熙 聚秉熙裡面來說 台灣做的比較大的 當然就是台化跟台塑 這兩檔我覺得值得大家留意 但是我覺得其實 在整個這個塑化股裡面 我覺得有幾個重點 大家可以值得觀察 也就是在塑化股 目前的整體的行情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很多塑化股 股價其實都低於10塊 我給大家打出這個 這個是什麼 所有塑化股的分類的表 你可以看到 我為大家說明幾檔 股價低於10塊的 譬如說大家看到聯程 聯程他股價現在來8塊多 8塊多的話 他的禁止有15塊 他過去他做DOP 過去幾年都有賺錢 你說這個股票 你說如果塑化產業 到目前為止是個低檔 這種股票你為什麼不能夠 逢低買進 另外一個就是台聚 台聚目前他的股價也不到10 股價目前是10幾塊的狀況 他的股價也是相當的低 他的禁止是17塊 另外一個台達化 台達化目前的股價也相當低 可是問題是他的禁止有12塊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種很低於股價的禁止 尤其是遠低於他的禁止的 過去幾年都能夠賺錢 現在塑化產業在相對低檔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 你可以逢低去留意 這種股票不到一個銅板 10塊以下的股票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翻升的時候 他翻的力道或許會相當相當的強勁 剛剛如果大家來不及看的話 也可以看我們的YT重播 接著我們來問一下這個維泰哥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油價的市場 現在雖然是說這個油價 這樣好像到了一個段落了 可是我們現在應該要繼續留意 這個油價嗎 還是說應該有什麼其他的市場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他正是要一個起漲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留意的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油價 布蘭特原油的一個現貨的報價 還有杜瓣原的報價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紅色的 在紅色這條線是屬於 布蘭特原油的報價 同這個波段 他從上面下跌以來 可以發現到 這一次的一個反彈強度是最強的 我想其實原因跟這個近期來講 傳出來要去做一個減產的消息 會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雖然說減產的一個幅度 其實現在大家看起來是說 有一點點就是不如一些預期 但是我昨天特別提到說 原油減產不代表 這個消息不代表會讓原油的價格 出現波段性的一個上漲 或者是反彈 那不看原油要看什麼 但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會去讓什麼 讓市場上面的信心 開始獲得一個比較明顯的穩定 那我們可以觀察到像過去 其實在原油上漲過程當中 五大販用數值的一個報價 都是跟著往上去做的走高 就像剛剛世中哥所提到的 根據我昨天的觀察來講 包括像是本的 本的報價 一天大漲百分之十六 本乙烯SM的報價 一天大漲百分之十三 包括像是聚秉烯PP的報價 一天大漲百分之八 那還有像乙烯 義而甲本 本乙烯 聚乙烯等等 這些的報價在一天都大漲 超過八個Percent以上 所以想要留意原物料 應該是說除了台塑世保 這個比較大型的全資股之外 其他的剛剛像世中哥所說的 那些所謂中下油 比較二線的塑化股 都可以做留意 好 下一段我們就接著來看 這個台積電本週式的法說會 也是關注了一大重點 但是現在三大利空照底 也讓外資的看法偏空 我們馬上回來財經大白話